没想到在中国航母下饺子的年头 还能有人嫌弃咱们的海军 原来是咱们的第四艘075超级两栖舰 最近刚下水就光速过气 要知道这种万吨大船的成功下水 绝对是个让人惊喜的消息 不过在这艘大船的名字问题上 网友们却吵得差点线上打起来 这就要说起咱们万吨大船的命名规则了 075这种吨位够大的两栖舰 其实和护国神器航母一样 都是用省级别的行政区来命名 也就说两者共用一个选名池 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004号两栖舰的名字 会为004号航母排出一个选择 大家伙都不想自家的名字 被拿去给075用 因为一旦被采用了 那就是代表着在第四艘航母的命名权上 已经丧失了资格 这没人可以受得了 毕竟每个中国人的眼中 航母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是我们从100年前 就已经拥有的执念 所以不管是001号辽宁舰 还是002号山东舰 再到最近的福建号 每一次公布名字 都是全网的一场讨论和狂欢 那是有无数网民向天祈祷 一定要是自己省分的名字 而正是这种航母情节 才让004号两栖舰 从应该人见人爱的小甜甜 火速火气变成了牛骨人 就是这么离谱 真是替075委屈 还是怪咱们海军的发展太狂飙 把大家伙都惯坏了 什么大船在航母面前 都是弟弟 为何兔子刚下水的075万吨两栖舰 被大家伙这么嫌弃 不是075两栖舰不够好 只是航母更具性价比 网友这么不待见075 主要还是害怕自己家的名字 被这艘两栖舰用了以后 将来的004和005号航母 就没有自己的份了 只能说咱们的网友 是蓝星最会凡尔赛的 都被海军给惯着了 连075这种全能两栖舰 都能被嫌弃 要知道 这可是在蓝星任何国家 都放在掌心里捧着的宝 可放在兔子这 那就有点普普通通了 因为我们的航母之路 有点快了 从辽宁舰到福建舰 只用了非常短的时间 就追上了别人百年的发展 更别说在电磁真军 马伟民的带领下 还直接用上了电磁弹射 兔子的电磁弹射系统 还非常稳定 直接把鹰匠给秒了 正是因为我们的狠货 实在太多 把眼界给提高了 才能嫌弃4万吨下水量的075 这种大杀器 其实放在海里 就是横行霸道的超级大船 如果配置上 可以垂直起降的战机 坍比一个小航母 我们海军发展的就是这么快 更是有万吨大驱055 这也是一等一的大杀器 身上配置着各种牛逼的导弹 一轮骑射下来 就算是鹰匠也扛不住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种万吨大驱 我们可以三年造出来八艘 而反观鹰匠 这么多年 只能憋出来三艘样子货 兔子为何能在联合国这么有地气 就是因为我们的拳头越来越有 各种大船都是下饺子 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航母两位数才是目标 海军的狂飙之路 永不停歇 这你知道 面里是自己争来的 不是别人给的 老表 要是不接受和平的话 可是会被当做战争贩子的哟